大家好,我是Tin哥,他是Oli 没错,今天是礼拜一 我们来看有哪三则科技无霸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我看第一则 Google星期间的Pixel 6跟Pixel 6 Pro 它上次之后 有蛮多的bug的灾情 被视为一个痛点 然后也知名的 美国那个超大的YouTuber 都说难以接受 稍早其实官方已经释出了 最新版本的更新 它一次修补了近100个bug 那这一次的安全性的更新里面 它一共提供了两个月的档案 那包含什么呢 12月发表的修正 当时就造成部分用户收讯 断讯 4G联系不稳定 然后推输 临时很康 那还有包含什么 紧急的电话无法拨打 然后WiFi断线 指纹辨识 电池 然后蓝牙相机 这些问题 它一次全部把它更新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还没更新的话 很简单 你现在有Pixel 6 跟Pixel 6 Pro的 你到设定 然后里面的系统 按检查 应该就可以找到更新了 赶快更新一波吧 第二个呢 那MOTO Razor 3 就是这个爆料就出现了 就是他们接下来会搭载高通的 那个 S8的这个旗舰的处理器 那就是 应该说简单讲呢 华为呢 它在P50 它的Pocket 一样它有推出以后 那 所以MOTO呢 赶紧呢就有宣称说 我是首款的曝光的 那个高通的 这一台S8的 那个 纵向的一个 折叠的手机 那最高配置可以达到12GB的Rib 然后呢 主要的萤幕呢 是挖孔的萤幕的形态 那更新率达到120Hz 那它指出说 因为MOTO的第一台 跟MOTO第二代的折叠手机 都是用高通7系列的 所以这一代呢 它可以 终于可以搭载到高通S8的 旗舰的处理器 那所以呢 噢 爆料就马上就出现 那另外呢 它也说 一樣 MOTO Razor 3 它一样有 第二个萤幕 那它第二个萤幕 一样可以显示通知 跟来电讯息 那有点像谁 像华为我刚刚说的 或者是呢 像 那个 三星的Galaxy Z Flip 3 所以是 副萤幕绝对是个趋势的 好 那我们还是等它上市吧 看第三者 在之前的iPad Air 4 它刚刚推出的时候 哇 大家都非常喜欢 直角边框 然后熟度的 那个电源键 结合Touch ID这个设计 然后加上呢 它的价格 欸 算划算 等于 跟 那个10.9吋的大萤幕 大家会觉得说 哇 这个尺寸实在太棒了 那根据日媒 它引述 说 接下来呢 在今年的春季发表会 有可能会推出 iPad Air 5 那会跟谁一起推出 跟iPhone SE第三代一起推 那报道说 其实 iPad Air 5 它的硬体规格 会跟去年的iPad mini 6 有点类似 包含了有A15的仿生晶片 然后升级后的 1200万画素的 超广角的前镜头 然后也支援 人物居中的功能 那可以在那 Facetime的时候呢 自动追踪我们人物 及并且呢 自终一个拍摄 然后一定是有5G了 那后置镜头呢 一样维持单镜头的设计 那发表时间 依照他们这样推测上来 应该没有意外呢 就是他在今年春季发表会 相关的一些新的讯息 我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每个月的 苹果每月一报 我们会 从 这个月就开始 也就是说 我这礼拜有一个 苹果每月一报 有相关更详细的新闻呢 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苹果每月一报哦 mike 是 q hd 钭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